打开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 探班篇这有意思了 我们经常听到抹人来探抹人的班 是得探班对明星而言 可能会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 不过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啊 探班在中国电视史上是非常可爱的哟 在中国电视史上探班的类型可多了 我们经常而且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情人探班 电影明星也会谈恋爱啊 一谈恋爱的话就是浓情秘义啊 对不对 所以情人来探明星的班的话 是多么贴心的事情 可是如果明星的情人也是明星的话 他们怕让新闻记者或是同行知道 知道多的话麻烦嘛 所以通常都不会表现出来 可是那种探班的小动作小表情可可爱了 好你看看 现在这个男明星来了 这个明星来了 这男明星 各位从他脸上这颗质高 纯朴善良的脸 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平常不来探班 怎么会来探班了咧 好来探班了 他跟每个人都打招呼 圈内人嘛 大家都很熟嘛 跟每个人都很熟 哎呀握手老朋友了 来探班嘛 拿点东西给大家去吃 每个人都很熟 你看 每个人他都很熟 可是他只跟一个人不握手 也不太熟 不熟就算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知道谁来探谁的班 然后这个时候你怎么平常不来 今天怎么会来探班呢 他会说 我刚好路过这里 来看看 哦 哦 刚好路过这里还真巧 哎嘿嘿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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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准备开始正式录了 正式录了 正式录影了 好这出戏正式录影了 这个男明星呢 站在旁边也在看这出戏 好关心哦 人家别抬的电视节目 你怎么这么关心哦 好了开始演了 这出戏也是个谍报片 女主角应该演得很凶狠 可是这出戏他演得特别的温柔 浓情蜜的 心中小鹿好像蹦蹦乱跳的 那个眼神飘过来飘过去 这到底为什么嘞 两个嘴角往上仰 好开心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看 演得完全不凶狠 反而很善良 很温柔 好了这个戏演完了 大动 收工了 好了 大家准备回家了 好就准备回家了 男明星还不走 还跟大家打招呼 还真爱打招呼 女主角要走咯 这个时候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走了走了走了 哎哎哎哎 顺路送他回家 哦顺路送他回家 化妆箱就 哦 哦 哦 朋友嘛 哎哎哎哎 对对对 哎哎哎哎哎 哦顺路送他回家 你看看 这个人到底来探谁的班呢 大家好像这些工作人员 好像都不知道 哦 不知道吗 其实我们这个圈内的人的灵魂呢 每个人都很敏感 大家心里都了 知道他来探谁的班 蛮可爱的 真的是祝福这对男女明星 有个非常幸福的婚姻 好开心哦 以上就是情人探班 还有一种探班的类型 那是假探班 真兼事型 这种类型探班 往往就是明星的太太来探班了 你看看肚子大了还来探班 真累呀 因为外界对于明星的生活 总是脱离不了有丰富的色彩 所以为了本身的权益 明星的太太当然是义不容辞来探班 不怕探班都是躲在一角慢慢的监视 被工作人员发现了 当然会请她到前面来 哎 这位太太到前面来 哎 来探男主角的班呐 好 太太来之后一定要请男主角吃东西 来 饿了饿了 辛苦了辛苦 不吃了 到一边去 好 这时候呢 这个太太会跟每一个人都笑 表现得非常的亲切 唯独对那个演对手戏的女主角 表情就不一样了 我们再看一遍 跟每个人都笑 唯独对那个演戏的女主角 表情就不一样了 哪这么恨呢 好了 这部戏准备开始了 好 但是呢 这时候导演会跟她解释 说这是我们一出床戏 但是呢 是工作的要求 你不会介意吧 这时候太太会很迷你地说 没有关系 那是她的工作嘛 那是她的工作嘛 宽容大量嘛 好 戏准备开演了 来来来 准备开演了 来 准备开始了 准备开始 大家就位了 哦 对了 忘了各位介绍另一位明星 也不是明星 其实是个演员 这个演员呢 因为这出戏本身是她演的 但是现在临时换掉 很难过坐在一旁边 不想下去 下去吧 下出戏在找你嘛 戏演的烂有什么关系呢 下次嘛 好 谢谢 好 这部戏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 两个人甜言蜜语一番 你看 碳班型的太太在旁边 看得都快疯了 急的 这时候你看 男主角的嘴巴 快亲到女主角了 哎呦 太太快疯了 这时候刚好 啊 好 这部戏结束了 哎呦 还好 太太赶快冲上来 哎 先生辛苦了 来 喝点东西 喝点东西 收工了嘛 来 每个人都辛苦了 每个人都笑 每个人都笑 跟每个人都笑 唯独对你刚才那位 女主角的时候 这位太太的表情突然变得 要打人了 不要这个样子嘛 哎 来来来 我饿了 来喝口汤吧 你饿了 好 来 这是汤啊 看的啊 一二三 哈哈哈哈 我恨 想喝汤 刚才在床上 为什么 嗯 嗯 刚才在床上 为什么 嗯嗯 啊 你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说 怕东西 在床上 给我要 嗯 哎 门都没有吃东西 嗯 这就是探班型的太太 这出戏收工了 哎呀 非常好 哎 奇怪 这个银心怎么 这个演员怎么又回来了 你不要急嘛 下出戏一定让你演好不好 戏演得烂 我慢慢磨你嘛 下去吧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探班呢 是让明星既爱又怕的 那就是来长官来探班了 长官探班当然是鼓舞士气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像这一出打耳光的戏 演员为了逼真起见 牺牲演出要真的打 你看准备开始了 来准备录影 5 4 321Q 你想要怎么样 哼 我想这样 我想打你 你看这一把人打下去 哎呦 老大花还撞在墙上 躲逼针 非常好 咔 哎呀工作人员很满意 好了 这出戏完了可以收工了 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 长官视察 长官视察 哎呀工作人员只好鼓掌 欢迎吧 欢迎了 这时候 公关人员会一一介绍男女主角 这是女主角 来握个手 你好 然后会介绍男主角 这是男主角 你好 长官还会发表点意见 他说 我最喜欢看你演戏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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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念错了怎么办呢 公关人员赶快解释 长官故意把讽恰恰的名字念成胡瓜 真幽默 哎呦我的天哪 什么话 还好话显为夷 这样就算了吧 不 公关人员又说了 长官我们演一次给您看 什么演一遍给他看哪 天哪 刚刚打过耳光啊 那只好怎么办 演吧 好了 开始演了 来 五四三二一 Q 你想要怎么样 我想这样 我想打你 又一巴掌 天哪 几个翻滚 又碰在墙上 哎呦天哪 长官视察完之后 当场鼓掌欢迎 演得好演得好 辛苦了 好长官走了 好最终把女主角扶起来吧 我们来看看女主角 哎呦我的天哪 脸上都给打红了 多可怜了 哎呦同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可以收工了吧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又 长官视察 长官又来了 好大家鼓掌欢迎吧 好 还是一一介绍 哎 介绍一下 介绍完就算了 可以走了啊 不 这时候公关人员又说了 长官我们演一次给您看 又又又演一遍呢 怎么办 只好演吧 好演一遍了 可是这时候呢 这时候的女主角呢 天哪 脸都给打准了 太可怜了 快昏了 好了吧 可以收工了吧 没问题 没想到这时候 好多长官来视察 天哪 又来了 不能演啊 不能演啊 以上就是中国电视史上的探班片 看来探去都快变成探病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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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